同学们,大家好 本次我们将会学习语句及异常处理的一些相关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下知识八纲 在本次学习中,我们将会先学习条件式,然后学习循环 然后再学习一点简单的迭代器 然后再学习一些循环的控制 一些简单的代码块和简单的异常处理 之所以我在这里会强调一下简单 是因为我们会在后面的知识里面详续介绍这些内容 但在学习这些知识之前,我们要先学习一下其他的东西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如何在中端里面输入变量 然后获取它 好,输入IRP 进入我们的Ruby环境 我们希望能从键盘上输入一个值 然后复制给一个变量 A等于GETS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端上面输入值 比如输入100 我们将会获得一个为100的字符串 在语法上GETS和PUTS 仿佛是相对应的 比如PUTS 就是将这个变量打印出来 而GETS就是去获取它 在这里的字符串A 它是带有一个写感N的换行符的 我们可以先去去掉它的换行符 A点 Chomp 这个函数是用来去掉换行符 然后再使用 2i 这它转换为一个证数 了解以上知识过后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建立一个Ruby文件 然后来运行这个Ruby文件 来实现我们的代码 类似像Ruby这样的脚本语言 实际上它是没有编译器的 它不像C或者加网那样 有一个很完美的编译器 它是没有的 也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机上开发环境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采用文本编辑器来写Ruby 你可以用VM 也可以用NotePad++ 但是其实我更推荐用这个 Sublime Text3 采用这个编辑器会比较方便一点 同学们可以从这个网址下载编辑器 去体验一下 好 现在就当里面已经下载过了 我们来新建一个Ruby文件吧 先回到这一边 打开Sublime 还是准备新建一个文件 打开Sublime之后 我们开始保存这个文件 我们按住Command加S Windows之后 Ninux用户按住Ctrl加S 我们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来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它input.rb Ruby的原文件就是.rb结尾 输入我们刚才的输入的值 input等于gets 然后把获取的值打印出来 差一点忘了还有一个s 既然你的变量叫inputs 那么你们下面的变量也要叫inputs 变量千万不要输错了 我们尝试一下在终端上运行 既然文件保存在桌面 我们先去桌面 好 运行一下我们的原码 现在要求我们输一个值 你就输一千吧 好 打印出来个一千 但是我们要注意 在这里打印出来的一千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符串 它并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次转换 也很简单 就像刚才一样 我们只需要在后面加入一个toi就好了 就完成转换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正题 语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义父语句是什么写的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叫 if的rb 也是存于桌面上 我们先输入一个值 input.get.try 然后开始写我们的if语句 在Ruby中 其实就像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是不需要分号的 以回车换行符为标志 进行代码的分段 而在代码块中 我们往往以and为解析的标志符 比如if input等于 2 if input跟2判断的时候 我们下面用and作为标志符 然后里面 只需我们需要进行的时间 比如说打印一个puts 这里判断了 保存一下 但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在Mac系统上面 有一个叫c命令 可以播放语音 在10.10以上的系统 都不带解析中语言包 虽说有可能说不了中文 但是在10.10上面 它就可以说中文了 我们可以通过system 来自行c命令 c 妈妈问我 怎么不开心 怎么不开心 我们来运行试一下 Ruby if的Ruby 先输入一个三试一下 没有输入一个二 妈妈问我怎么不开心 很棒 很棒 语音很完美的放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是试点 试一下的系统的话 你就尽量输入英文吧 在后面的那个案例中 我们都会尽量的播放语音 这样好玩一点 其他系统的同学 就直接输入puts吧 在Ruby的if语句中 它主要是判断表达式 是否为false或者neal 如果为false或者neal的话 它就不予执行 只有当它为true 或者这个值存在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 什么叫这个值存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我们删除掉后面的判断式 紧紧判断input是否存在 我们来运行一下代码 随便输入个字吧 妈妈问我怎么不开心 只是说当值本身存在的时候 表达式也是为true的 我们来看一下if的另外一种写法 if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个zen 这是一种比较老的写法 它是为了将表达式 跟中间的代码块所分开 因为这样的话代码结构 会相对来说要漂亮一些 毕业于去修改 但现在这样写的基本上已经很少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ruby中else是怎么去写的 其实ruby中else的写法跟其他语言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加一句else 然后我们试入我们的值本 好我们在中段来运行一下 当为100的时候我们就执行 我们数101吧 100块都不给我 我们看了if也看了else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中间的else if ruby中的else if的写法 与其他语言很不相同 它是这样写的 好 再要是if input 等于 嗯 300的时候 好 就只行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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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代码我们就不进行演示了 同学们可以去自己试一试 除此以外 if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可以注释掉以上的内容 我们可以注释掉以上的内容 在ruby中注释适用警号 在sublime中你想快速注释 你可以按住common的加斜杠 而windows和next的同学 可以按住control加斜杠的方式去注释掉它们 注释完以上代码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ruby语言的写法 这一种导装的写法 它是来自于一种叫perl的语言 if input等于0的时候 把上面这一部分输入的部分解开 我们在中段里面运行一下 试一下 输入0 100块都不给我 成功执行 成功执行 而除此以外 还有一种与if相对的语句 叫做unless语句 unless语句与if语句刚好相反 它是表达是 为force或nil的时候 它就去执行代码块里的内容 就假如我们输入的是100 像这样写 只有当输入的内容不是100的时候 我们才执行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当然unless语句它也是有else语句的 跟if else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 unless它没有类似于 else if的else unless 这是没有的 因为unless它本身就已经有点反直觉了 大家一般判断正确的比较容易 而判断错误的就相当于要绕了一次 所以说unless它没有else unless这样一个设定 那在这里留给大家一个作业 我要输入三角形的三条边的长度 然后你去判断一下 这三条边 它所构成的三角形 是一个怎样的三角形 或者根本不是一个三角形 作业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去 好好的完成它